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这是智慧产典法第六讲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对于著作权之侵害救济及处罚 我们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来介绍就是认识权力耗尽理论 然后著作权的侵害要件 著作权侵害的类型 然后对于侵害著作权的处罚 我们一样用一些案例或者是问题来跟大家做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就是小明将他所购买的饥饿游戏的DVD影片 租给同学大华来观赏 同时将他所购买的火星任务小说 这个卖给了同学大雄 那请问一下这个小明的行为 有没有侵害到他人的著作权呢 那这个是我们来讨论的权力耗尽理论的部分 什么叫做权力耗尽理论呢 我们说权力的耗尽理论是指的 当智慧财产权所复利的实体财产权 经由智慧财产权人或其所同意之人 为其所有权之遗者 原则上智慧财产权人不得就该实体财产权 再对任何第三人主张该智慧财产权之权利 那根据我们智慧财产权法 第28条之一的第一项的规定 说呢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规定外 专有以移转所有权之方式 散布其这个著作之权利 第29条之一的第一项规定 说著作人呢 他除了本法另有规定外 专有出租其著作之权利 这两条规定就是散布权 或者叫做第一次销售理论 那根据著作权法第59条之一 第一项规定 在我们中华民国管辖区域之内 取得著作原件 或其合法重置物之所有权人 得以移转所有权之方式散布之 那么著作权法第60条 第一项说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置物之 所有人得出租该原件或重置物 但是录音及电脑程式著作不适用之 所以根据这两条 我们分别规定了散布权的耗尽 跟出租权的耗尽理论 我们首先来谈到权力耗尽理论 很多的学者专家都谈了 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地了解 这个智慧材权本身它是一种 所谓的一个观念性的权力 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权力 所以今天我写了一本小说 我唱了一首歌 这个小说我印成了书 这个书是一本实体的书 这个叫做《洞场》 那么这个书里面的内容是著作 这个著作它当然是具有著作财产权 所以我们说这个著作所复利的实体财产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的 我是这个书的所有权人 但是这个作者可能不是我 那时候我没有著作权 那著作权人 这个著作权人把这个著作 印成了书以后 也就是重制之后 我买到这本书了以后 我拥有这个书的所有权 所以我当然可以去把它卖给人家 送给人家 那但在这个部分呢 我买到了这本书 我拿到了这片DVD 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个DVD 转送给人家 卖给人家 这个时候 原本就是因为我的动产所有权 我当然是有这个权力来处分的 但是在我们智慧产权权法上面 著作权法上面 通常我们就把它叫做 权力耗尽理论 就是说你原来的著作权人 你写的这个小说 你拍的这部电影 你这个著作财产权 因为你变成了DVD 变成了小说 所以DVD的所有权人 这本小说的所有权人 他就取得了这个权力 他可以再把它卖给人家 租给人家 那这个时候就把它称之为 权力耗尽理论 那权力耗尽理论呢 在我们的学理上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为三大类 一个叫做国际权力耗尽理论 一个叫做区域权力耗尽理论 一个叫做国内权力耗尽理论 那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我们著作权法的第59条之一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著作权法第59条之一说 中华民国进管辖区域之内 取得著作原件或合法 从事物之所有权人 得以移转所有权之方式来散布 这个采用的就是国内 这个耗尽理论 也就是说这个散布权呢 它仅仅限于在当地的管辖区域的国内来耗尽 所以它可以禁止呢 生品平行输入 但是这59条之一的第二项呢 这显然呢 就是看出来就是采用这个规定的 那我们再看到呢 这个国际权力耗尽理论呢 就是这个国际耗尽理论 就是这个耗尽理论 它是遍及到这个全球 著作采用权人 对于经其同意而散布之原件 或者著作从事物 不论是在世界哪一个地方 它都可以去散布 都不能主张任何的权利 因此就不能够禁止 生品平行输入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59条之一呢 是看起来就是应该是可以 禁止生品平行输入了 同时我们呢 再看到我们的87条呢 那这个第四款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视为侵害著作权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如果你在没有 经过著作财产权人同意 而这个输入著著作权原件 或者是从事物的话呢 这个时候是会构成了 视为著作权的侵害 那显然跟59条之一 是配合起来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我们中华民国这样子看起来呢 我们著作财产权法是禁止 生品平行输入的 可是我们当然呢 也有一些例外啦 就在呢 这个87条之一啊 就有一个例外 87条之一就是说 你虽然是这样 但是呢 有四款情形呢 我们是可以 不把你当作是著作 财产权的侵害 比如说你是供输入给个人 非盈利 非善不知利用 或者是呢 这个属于你入境人员 随身攜带行李的一部分 而呢输入了这个 原件或从事物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把你当作呢 是一个著作财产权的侵害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从59条到87条 我们这样看起来呢 今天呢 如果你是从国外 这个带进来的这个DVD 假设在一定的数量之内 是属于你的随身行李 你是可以享有呢 这个权力的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视为侵害 那我们就可以把你 当作是权力耗尽 否则的话呢 我们会出现到 著作财产权的侵害 所以我们利用第一个案例呢 让各位去理解呢 所谓的权力耗尽理论的部分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个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邱顿公司 向大陆的这个 贝比公司购买了 类似迪士尼小熊维尼 Snooby 这个卡通动物图案的 这个怪皮 然后呢 加工制作成为 填充玩具贩售 为填充玩具的外观呢 跟迪士尼的小熊维尼呢 Snooby非常的类似 但是呢 仍然可以分辨两者的差异 那这个案子 经过美商迪士公司呢 提起了这个告诉 请问一下邱顿公司有没有轻凯迪士公司的这个著作权 这个案子呢 是我们呢 在这个民国97年 有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案例啊 就是97年台三至6499号的判决可以请各位来参考 在这个判决里面呢 法院他认定啊 有没有侵害著作权的事实应该要审逐一切的情状 同时要认定著作权侵害的有无呢 他要认定两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呢 这个接触 第二个有没有实质的相似 作为审慎的这个研究 也就是他会不会构成抄袭这个问题啊 所以在判断呢 这个图形 摄影 美术 视听等艺术性的美感呢 性的这个著作是不是有抄袭的话 应该要注意到他的整体观感 跟他的这个感觉 最重要就是要看他有没有接触 或者他有没有那实质近视 那么因此呢 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项第十一款 他有一个规定呢 就是叫做改作 改作呢就是指的 以翻译 编曲 改写 拍摄 影片 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 另为创作 那这个呢就叫做改作 好 今天本案呢 他就涉及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他说 我跟你的这个迪士尼的这个 史努皮啊 小熊维尼啊 是不是完全近视 我跟你是有点点不一样啊 那如果是完全近视的话呢 那我们就称之为呢这个重制哦 你就会构成非法重制 假设你没有得到人家的授权 或者没有人家没有把这个 这个著作材权权权让你给你 而你就擅自以那重制的方法 制作的这个相似的这个或者相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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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著作的话那你就构成重制了 那现在他是说我是相似啊我中间有点改变哦 那你中间有点改变的话有可能构成了所谓的改作哦 那我们刚才讲这个改作呢就是你会用这个翻译编曲改写拍摄 影片等等方式去改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个改作那有没有改作最重要的 我刚才说就是要注意到你的整体的观念啊跟你的感觉啊 在这个摄影著作图形著作这边的美术著作上面 他就很重视这个啊 因为你如果有接触又有实质相似 那这个实质相似就是你要从整体的观感上面去看 他有没有构成了这个实质的相似 所以如果即便是有些微的差距 但是在整体的感觉跟他的外观上面 给人家是会有觉得说 哎 这个就是相似的东西 就是相同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呢 是构成了改作或者是抄袭的这个情形 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案子里面 本案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三人 他去把这个迪士尼的小熊维尼 跟这个斯努比呢做了一个部分的一个修改 但是让人家一看就看出来 就觉得这就是斯努比 这就是小熊维尼 那他这还是有可能构成了这个改作权的侵害 甚至于他可能就直接构成了这个重制权的侵害 好 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呢就是有某一个呢 这个PUB这个电视播放 在这个PUB里面 他电视播放的美国呢 这个直办大赛 那也有游览车里面呢 播放呢卡拉OK共呢 旅客呢这个点唱 那请问一下 这样有没有侵害到这个著作权 有没有侵害到著作权 这是我们有关于著作权侵害的类型的这个讨论 那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你如果是单纯的去把电视机打开 或者是单纯的把收音机打开 我来听收音机 或者是我来这个看电视 这单纯的开机的情形呢 这个是不涉及到著作的这个利用 也不会构成了著作权的侵害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应该不会构成所谓公开播送 或公开演出 但是如果你是先这个专制的接收器材 专制的接收器材 然后呢你从这个接收器材里面去 收看电视节目 接收了这个讯号来看电视节目 然后再由这个有线电的系统 将这个电视台所原来播放的这个声音影像 再把它传送出去 给其他的客人或乘客来看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构成了公开播送 那这个也有可能呢 会构成了所谓公开的演出 好 那我们来看看呢 什么是公开的这个播送呢 公开播送行为除了本法 这个第44条到第65条 这个有合理使用之外 那你是可以呢 这个主张合理使用 否则就不行 那另外就公开演出 公开演出也是 如果你想要将他人 享有著作财产权的著作 加以公开演出 也是一样 除了有本法44条到65条 合理使用的规定形式之外 必须要先得到 这个著作财产权的授权 才可以 因此任何人如果想要将他人 享有著作财产权的 这个著作加以公开演出的话 都要得到授权 原则善是这样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公开播送 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公开演出 公开播送呢 这个简单来说呢 就是基于公众他要直接来收看 或者是收听为目的 然后呢你用有线电或者无线电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器材的 广播系统 然后呢这个传送讯息的方法 让公众呢可以呢 这个直接来看到他的影像 或听到他的声音 这个叫做公开播送 那是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呢 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也把它当做公开播送 那公开演出呢 是指的以演出的方式 就是以演技啊 舞蹈啊 唱歌啊 或者是弹奏吉他 弹奏乐器啊 这种方式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然后呢 这个让现场的 这个公众呢 能够呢 这个传达你的著作的内容 这个叫做公开演出 那现在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是 这个一个pop 我这个pop里面 我在供这个客人在用餐 然后我同时电视上面呢 播报了这个 美国的值班大赛 那这个情况之下 是算公开播送 还是算是公开演出 还是算是单纯的 开机行动 那另外呢 就是我在游览车上面 我在游览车上面呢 我播放了这个 这个卡拉OK 让大家来唱歌 或者我在游览车上面呢 我把收音机打开 让大家来听 这个地方算是公开播送 还是公开演出 那根据刚才我们讲的 这两个条文 就是第三条第九款 或者第三条的第七款 那这都有可能 会构成公开播送 或者公开演出 所以我们经济部 智慧餐厅局 他也做了这个解释 这是属于公开演出 但除非你有这个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表示非以盈利为目的 而且你没有对 这个观众或听众 直接或间接收取 任何的这个费用 那么在 未对表演支付任何报酬 得于活动之中 来公开口述 公开播送 公开上演 或公开演出 他已经公开的著作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还不是应该 从五十五条来谈 就是说今天 我们如果仅仅是 把电视机打开 那我在Pub里面喝酒 或者在Pub里面吃饭 他把电视机打开 那我可以在那边看 那这个算不算是公开播送 那现在我在这个Pub里面吃饭 然后他把那个CD 他把CD摆进去 摆到他的CD里面 然后播放音乐出来 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认为 这是属于公开演出 但是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你公开演出 有表演者 他本身具有公开演出之权利 公开演出之权利 经过他的录影之后 录音之后 他变成了录音著作 或录影著作 这个时候怎么还会变成公开演出 我是觉得怀疑 那第二个对于 游览车上面的公众呢 游览车上面的公众 什么叫做公众 公众就是 这个对于不特定之多数人 不特定之人 也可以 但是今天在一个场所里面 不特定人可以进出的话 那就是公共场所 公众得出入之场所 而且因为人是不特定 它是公众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是 包车的游览车 我在包车的游览车里面 就是特定的人 别人不能进来 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算是公众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在Pub里面 它当然是公众 因为它是公共的场所 而且任何人可以进进出出 但是在Pub里面 如果我在Pub里面 我把电视机打开 这个时候它会不会构成了 一个公开播送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困扰 那么因此 这个地方涉及到 所谓的二次公开拳的问题 那我们在2010年的修正草案里面 就有提到了 依照《现言法》第92条 善自以这种情形 会构成了公开播送 但是在2010年 我们著作拳法修正的时候 对于二次播送的 公开播送的行为 将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但是他不能免除民事责任 不能免除民事责任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第四个题目 第四个题目就是 叛虎在民国91年10月 意图将大雄所享有的 著作权之著作道考 贩售给鲁夫 为大雄所窒息 于是在92年3月提起告述 在98年的2月 经过法院判决 判虎违反著作权法 第91条规定 那这个时候呢 法院应该要 来如何的判决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著作权侵害的 这个条文的处罚 真的是受到了 这个美国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我们刚才在讲到 这个91条的这个规定 91条的这个第一项里面 就是说你只要善自 以从事之方法 就是侵害他人 注作材权权的话 就要处三连以下 有其图形 这个条文真的是很严重 那因为你善自 以从事之方法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没有任何 盈利的目的 你只要去用从事的方法 去侵害到别人呢 当然一定侵害 因为你没有得到 人家同意就是侵害了 那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呢 是刚好涉及到 第二项的问题 那我们在民国86年 这个著作权法第91条 第二项就规定 意图销售或出租 而善自以从事之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财产权者 处六个六月以上呢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三十万元以下的法金 到92年的7月9号 修正公布呢 他就规定了 说意图盈利 而以从事之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财产权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并科新台币 二十万元 以上两百万元以下法金 到了93年的9月1号 我们又将同条文把它修正了 说意图销售或出租 而善自以从事之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财产权者 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 二十万元以上 两百万元以下法金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 他有这个三个时间点 那我们刚才讲说 因为他是在九十一年十月份 他意图盈利 而非法地盗考他的著作 然后在九十二年三月 被起诉到九十八年的二月来判决 那中间就碰到了这三个时代 三个时间的规定 处罚的规定 那这三个时间处罚规定 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复到 我们的刑法的规定 根据我们的刑法的规定 我们行为之后的法律 如果有变更的话 那么在我们的九十四年修正的时候 就是在刑法第二条说 行为后法律有变更的话 适用行为时之法律 但是行为后之法律 有利于行为人者 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之法律 这个刑法第二条的修正 跟原来的不一样 我们原来是用说 这个行为后法律有变更者 适用裁判的时候的法律 因此大家就认为这样子 可能就影响到了 这个罪行法律主义 这个可能就是违反了 这个法律不受既晚的原则 那因为呢 我们说罪行法律主义 是你这个什么行为 是算是犯罪 应该要刻意什么样子的处罚 都要在行为的时候 法律有明文规定 结果你现在呢 说这个行为后法律 有变更的时候 适用裁判时的法律 这显然就违反了 罪行法律主义 所以就把它修回来 就把它说 适用行为时之法律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 刑法上面有一个叫做 从轻原则 因为你在行为的时候 法律有处罚的规定 但是呢 他处罚的比较重 可是在裁判的时候呢 法律呢 还是有处罚规定 可是处罚的比较轻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是你的反社会性呢 可能比较薄弱了 那么就把它的 这个处罚的这个行度 就下降了 那这个时候呢 既然社会的变迁呢 对于这个处罚上面呢 有所呢 这个简单的话呢 那就例外了 我们就采用从轻原则 所以呢 这个第二条呢 就说呢 这个但是 这个裁判时的法律呢 有这个行为后的法律呢 有利于这个行为人者的 我们就适用了这个最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 那行为后的法律有变更的话 就会可能有三种情形 一种呢 就是你在行为时有一种法律 然后呢 在这个中间 有一个叫做中间使法 中间又有一个法律 然后到了裁判的时候 又有一个法律 那这三个法律呢 规定都不一致 那么要用哪一个法律 那刚刚好我们这个案例 一个是在民国86年所制定的 那一个是在92年修正的 一个是到93年修正的 那这个案子是在91年发生的 那当然适用86年 行为时的法律 但是92年93年都修正了 他在98年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呢 那当然我们就说 应该是要按照我们刑法上的规定 这个以行为后之法律有变更者 是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之法律 那么因此他就要把行为使法 中间使法跟裁判使法呢 这三个法律来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比较呢 那怎么来比呢 就是首先就看他的主刑轻重 主刑轻重呢 哪一个呢是比较轻 那如果说这个裁判使法的法律最轻 他就依照裁判使法的法律 如果是这个行为使法律最轻 那当然他就用行为使法律 那如果主刑都一样 主刑都一样那就要看有没有选科 选科刑如果说他有选这个使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一个日就是使刑他没有选科 那当然就是以这个没有选科的是比较重 那如果都一样就要看有没有得这个病科的刑 如果有得病科的话呢是病科比较重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算 那我们就看到在86年的时候呢 是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他最少最少 他在法定刑上面可以判6个月 那最高这个主刑的有期徒刑是5年以下 那92年的话呢 他就没有最低6月以上了 他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么病科20万到200万 那到了这个93年他又回来了 又回到这个6月以上5年以下 这个得病科20万到200万 因为我们看到只有92年没有6月以上 所以他可以判到法定刑事在两个月 所以他就比93年或者是86年 要清了大概4个月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就会发现到说 他应该会采用中间死法 因为他少了4个月 因为他的最低本刑是可以到两月以上 那其他的93年跟86年都是在6月以上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应该会采用中间死法 那这是有关于我们著作权处罚的规定 让各位去了解 目前的最新的是要用93年的制度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好 下次再见